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画芭蕉加上竹叶 因为我们前几节课教过竹叶的画法 芭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多生长在我国南方 四季长旅 叶子很大很长 中间有一坚挺的竹叶筋 写一花鸟画长江入气画 画叶子时求蚕不求齐 蚕中有变化 过齐则古板将至 画手要用大笔 不要太积极 用写意的手法画 画芭蕉叶子既可以锻炼整体关系 又可以锻炼胆量 大胆落笔水墨淋漓 才有肉味 咱们现在开始画 开始画 从这入笔 把它的叶筋画出 把它的中间的叶筋画出 大的落笔 不要画齐了啊 不要画齐了啊 这边是翻过来的 要短一点 这里画一根 小一点的 不过一下 粘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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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纸可以压一压 把这叶子上的小麦画出来 用墨画就可以了 用墨画就可以了 不要都一样有变化 咱们换上几个竹影 把几个竹影做培衬 咱们不学个竹子吗 学个竹子给它 咱们不学个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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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粘着上就行了 把竹子给它修盐 把竹子给它修盐 把它严肠点 把竹子给它修盐 咱们不学个竹子 不够的地方 随时可以添 咱们不学个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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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学个竹子